5月8日,记者从厦门航空公司了解到,该公司自五一假期后开始恢复两岸航班,目前计划5月份一周执行两个航班,每周三、周五飞往台湾。 此前,3月底下航宣布因应公共安全防控工作暂停两岸航线,一个多月后的复航消息让不少台胞在社交平台上纷纷转发点赞。 厦门是两岸目前四个直航点之一,作为参与两岸首次双向直飞的航空公司,截至5月份,下航陈运两岸往返旅客累计超过414万人次。 下航又积极给它复航,不只说在经济上面的考量,它还真正考量到说,在下广道台胞的心,怎么样去做好服务台胞的各项配套。 第一时间了解这种情况,都非常的高兴,在厦门的台胞来讲,都互相来转告这个讯息。 本身厦门航空在两岸的交通的,两岸的往返里面,其实反而就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,甚至有将近有一半,甚至三分之以上的航班都是下航在飞的嘛。 那所以其实第一个厦门的复航,其实第一个让台胞回家,或者两岸就往返的这个机会跟层次就升高了许多。 那第二个是,其实下航目前的复航,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也代表我们现在整体疫情的一个缓和。 在厦门启达海峡双创基地工作的台胞范江峰经常往来于两岸,作为百度人,他积极搭建沟通平台,协助数百名台青前来大陆落地创业。 范江峰表示,除了两岸航班,厦门与金门的小三通从二月至今已关闭三个月。 小三通的停航严重影响两岸人员往来,尤其会导致许多台湾青年难以返回厦门。 小三通提供了一个比较低廉跟方便的一个交通方式,而且因为小三通我们只要坐船到金门之后,它去可以飞到的城市是更多的。 比如说,不只是台北台中,甚至台南嘉义高雄其实都有些飞,所以第一个对于我们台湾青年来说,它是非常便利的。 那第二个是,它整体的这个交通成本也是比较低。 在停了这三个月,我很多的金门朋友,他一直认为是说金门像一个孤岛一样,因为他经常往来与两岸之间,早上来厦门,晚上回去金门。 他现在就是说,要到厦门来办一些事情,都要经过台北,真的非常非常不方便。 大家都非常的期盼说,小三通能尽快复航。 厦门和金门早已是共同生活圈,当前,不少台胞期盼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基础上,尽快恢复小三通,方便两岸民众的往来。